來關心天氣 昨天上場的雷翼颱風 目前會在俄羅安比東南方 大概2400公里的海面上 以每小時22公里的速度 超西北方向前進 預計在星期五星池六 會逐漸通過菲律賓的中南部群島 往南海方向移動 短期內對台灣天氣沒有直接影響 我們會再帶您關注 原本清晨 陰封面的雨勢 在白天之後因為東北季風減緩 所以都趨緩下來 從雨區暴來關心 今天只有在東北部地區 有局部短暫雨 其他地方大多是多雲時勤 不太會下雨 天氣都是蠻舒服的 最後西向小叮嚀要提醒大家 明後兩天 北部東北部 氣溫會慢慢的回升 但是在星期三的清晨 中南部地區 以及星期四的清晨 西半部可能會起雾 還會有地雲影響到能見度 也要交通往返 開車騎車一定要注意安全 到了星期五 東北季風會有新一波報導 到時候北部東北部 會轉涼猶豫 影響到週末 連帶中南部的雲涼 也會變得比較多 先一起來關心 今天各地的詳細溫度一策 西隆台北新北多雲 溫度是21度到25度 桃園新竹苗栗 有機會見到陽光 溫度是19度到25度 台中彰化南投 天氣又更好 溫度是20度到26度 雲林嘉義台南 天氣也不錯 非常晴朗 最高溫有26度 高雄屏東 情勢多雲 溫度是24度到27度 東半部在宜蘭以及台東 偶爾會有短暫雨出現 最高溫有25度 最後來關心外島 天氣都相對穩定 溫度是15度到22度 東半部在宜蘭 展現